2020年7月20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官方聲明說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必須停止 美國之音引述了國務院官網的這份聲明 蓬佩奧表示 自從1999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根除 源自中國的精神修煉、法輪功 及其和平的修煉者 以及那些為了他們 踐行自己的信仰權力而抗爭的人權捍衛者 大量證據顯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至今仍在繼續壓制和踐踏這一群體 包括酷刑折磨法輪功修煉者 並拘押數以千計的人 被外界認為有親中色彩的《世界日報》 也報導了蓬佩奧的聲明 指出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已經21年 實在太久了 必須終止迫害行動 直面中共的邪惡 在這個時候 法輪功21年的和平理性反迫害 給了美國很大的歧視 給了美國人很大的觸動 指美國政府在今年遭受了武漢瘟疫 中共病毒重創之後痛定失痛 開始對中共進行了全面的反思 和堅決的反擊 7月20號 美國國務院會見數名法輪功學員代表 包括曾在中國大陸遭受迫害的 法輪功學員張育華博士 張育華的丈夫 原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十四研究所 雷達工程師馬振宇因堅持修煉法輪功 目前被關押在江蘇省蘇州監獄遭受酷刑 蓬佩奧的聲明指出 許多證據顯示 北京當局仍在持續壓迫與虐待法輪功團體 他呼籲中共應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 釋放馬振宇等因信仰遭囚禁的人士 並交代失蹤法輪功成員的下落 美國國會加州52選區 民主黨眾議員斯科特·皮特斯也發推文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也在推文中說 法輪功成員因為信仰遭到騷擾、逮捕、囚禁 及殘酷對待 美國與他們團結在一起 法輪功發言人張爾平感謝國際社會 對法輪功的幫助和支持 他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某種意義上 也將法輪功推向國際和歷史的舞臺 用非暴力的形式對抗中共暴力的方式 在這個漫長的二十幾年裡頭 法輪功學員讓國際社會 訊息到了法輪功的善良 法輪功的真誠 以及法輪功的美好 在法輪功學員和平反迫害21週年之際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也發布視頻演講 表達他對法輪功的感謝與支持 布朗巴克在視頻中表示 他將繼續在國際上 提出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 布朗巴克希望 明年不再是迫害的第22週年 而是法輪功學員自由的第一年 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自由的實踐信仰